我們剛剛看完第四課的Gerunds和Infinitive 我們跳兩課來到第七課 有原因的,因為這兩課都頗有關係 剛剛學的Gerunds就是動名詞 我們就是由一個動詞變成一個名詞 即是由run就變成了running run就變成running 你就可以將running放在subject 變成跑步很健康 其實用ing我們有好幾個層次 最常見的當然就是 你講時式的時候一個進行式 第二樣東西就是我們在第四課的時候 看的Gerunds 由一個動詞變成一個名詞 而第三樣東西就是在這裡 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其實這個是同學最不太明白究竟要怎樣用 很多同學都很喜歡用who,which,that這些結構 但是比較少同學會用pardisables來延伸一個句子 原來ing同樣地出現了pardisables 原來三者都很大的分別 這個就是名詞 這個第一個 本身它根本仍然都是一個動詞 但是原來當我們講到第三個pardisables 我們就是把一個動詞 想變成形容詞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小時候小學的時候 常常學就是interesting 是吧 exciting amazing amazing 是吧 這些全部就說 它們不是動作來的了 是吧 我們可以形容 那個show 那個電影 或者那個表演者 那個performance 好amazing 這個很明顯應該是一個形容詞來的 是吧 所以呢 我們今天學的 其實就是想 最想去明白 就是怎樣由一個動作 變成了一個pardisables 怎樣由一個動作 變成了一個形容詞 其實來來去去只有兩招 第一樣東西當然就是用ing 第二個就是一個過去分詞 pardisables 就是加一個ed 其實不一定是加ed 你背那個不規則動詞表 go and gone do it done 那些 第三個 其實我們小學的時候 這樣去形容 第三個 那個就叫做一個過去分詞 好了 第一樣東西 我們要明白了 其實已經明白了 就是 這個 這個 現在和過去分詞 成為一個形容詞 現在和過去分詞 成為一個形容詞 好 那這裡其實有三個不同的方面 第一個 其實就是 我們由小學的時候 一直就是老師教我們用不同的方法去記 OK 就是 究竟是 什麼時候用interesting 什麼時候用interested 什麼時候用boring 什麼時候用borded OK 最簡單的一個說法 就會是 說 人 就是用ed 死物 就是用ing OK 我相信很多時候 同學 在小學的時候 或者初中的時候 老師都會這樣教大家 OK 但是呢 今天我們來到 form 5的 grammar 又重溫 這一點 其實想大家明白 就是 participals 是很好用的 所以就要透徹去理解 它全部的用法 OK 所以 不要再去記住 就是 人就是ed 然後死物就是ing OK 其實呢 我們呢 想形容一件事 分別分開了兩個層次 OK 第一件事就是 本身那件事 你想describe what somebody or something is 即是說 你想形容本身那件事是怎樣的 這個是一個present OK 這個是一個present OK 即是說呢 我們用ing 去形容本身那個人 或者那件事 OK 那個性格 或者那個特性 OK 所以 你都可以說peter很悶的 OK 你都可以這樣說的 OK 講得明白一點 就應該是 是 我們將它 就是 這樣 我想大家就會明白多一點 原來我們都可以寫peter is boring OK peter is boring OK 為什麼會用boring去形容peter呢 整句應該是這樣 peter is a boring person 即是說 你想形容這個人 他本身是怎樣的 OK 所以呢 以往你去記那個 其實不是錯的 不是錯的 但是呢 只不過是 老師呢 教的時候 因為我們 可能 小時候 即是基礎的英語 OK 我們沒有希望 同學就是 記太多東西 都記不定 所以我們將一些 規則 就相對簡單化一點 OK 那麼 現在呢 你開始大了 其實你要明白 就是 它背後的原因是怎樣 所以 我們就 將整個的意思 就學會了 好 而 什麼時候用ed 的 什麼時候用ed 就是 你怎樣feel 這件事 你的feelings 是什麼 OK 我也會 就是用 另外一個方法去教的 也是 這個 這個呢 相對呢 就是 你會記少了些東西 那就是呢 我們嘗試用這個例子 I'm interested in reading OK 今時今日還有沒有人閱讀的呢 希望有 是吧 OK 好了 這句呢 就是 我對些什麼有興趣 是吧 是我的feeling 是我的感覺 對不對 對嗎 OK 而這個呢 就會用ed 是吧 剛剛我們學的 這件事 就是 當我們講 我們自己的感受 我對閱讀很有興趣 我很喜歡閱讀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感覺 來的 OK 其實我們可以怎樣記 其實所有這些 關於情緒的字眼 interest exciting boring borded 我們呢 跟外國人的邏輯呢 是有少少不同的 OK 我們覺得呢 我喜歡閱讀 又或者是我喜歡打球 又或者是我喜歡看電影 OK 是我喜歡去做那件事 我們中文會這樣說 是吧 但是呢 其實 在英文的想法呢 其實就是 你不是喜歡這件事 而是這件事 令到你有興趣 OK 這件事令到你有興趣 所以呢 原先那句應該是怎樣的呢 如果我們不用一個participle 去寫這一句說話 用一句svo的句子 OK 用一句svo的句子 那應該是這樣寫的 就是reading interest me reading interest me OK I am excited OK After playing 什麼呢 Rollercoaster OK 這個 過山車 OK 快沒有過山車錯了 真是好 好啦 那 我是因為過山車令到我很high OK 所以就是說 玩過山車 就excite me OK 所以呢 OK 我們應該用riding on 會好些 好看 我應該用riding on a rollercoaster Excite me 所以SVO就是這樣 玩過山車令到我很興奮 是這件事excites我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記 這個也是待會第二點的時候 其實所有動詞都可以變成形容詞 不一定是跟feelings 不一定是跟開心不開心 exciting 不一定是這些動詞才可以變成形容詞 全部的動詞都可以變成形容詞 但是什麼時候用ing什麼時候用ed 其實就不跟feelings有關 但是其實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記 就明白到原來這些字眼 就是因為我們要把它變成被動句 我們要把它變成被動句 我們要把它變成被動句 所以它就會變成過去分詞 好 接著我們跳幾版 之前的練習記得要做一做 這是第66版 這是第66版 第6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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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我們什麼時候用ing 什麼時候用ed的想法 除了用feelings 或者本身的特質之外 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究竟這件事 還未做完 還是這件事已經做完了 這個情況 其實是少見一點的 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是什麼意思 什麼做還未做完 這個跟ing 本身的意思都很相似 因為ing 在動詞裏面 其實是正在做的意思 所以 什麼是growing flower 什麼是grown flower 就是說 看看後面 這裡 你看到一朵花 剛剛正在開 你可以把它寫成 開著的一朵花 不是 你看到去到花店 那朵花都已經 嘩 全部開了 明天就死了 所以 你就會將 你就會形容它 成為一個grown flower 所以 為什麼 成人 是吧 除了用adults 除了用adults 我們可以用grown up grown up 這個其實就是 這樣的意思 就是因為grown 有一個completed 的意思 完成了 好了 這個 很快 你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 第一個練習 就是我們要把 左邊的形容詞 拼上去 右邊的名詞 再做一個填充 好了 而最後 第三個用法 第三個用法 這裡去到後面的版 也是我們剛才說 第一個用法的時候 就是我們不要只記 interesting interested 那個分別 去想一下 明白一下 為什麼要用到 interested 原來就是因為 有一個被動的意思 有一個被動的意思 其實 這個正正也是第三點 我們什麼時候用ing 什麼時候用ed 來寫一個形容詞 這個也是最後的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 究竟 我們說的那件事 是主動具來的 I know some of the people playing the games ok 我知道 有些人 我不是知道 我懂得 一些人 是 玩這個遊戲 或者是 參與這個比賽 之類的 ok 那 因為這些人 是主動去玩這個 game 去play這個game 所以這個就是 一個active action ok 一個active action ok 所以我們就用到ing 而如果 不是這個人本身做 或者這個人本身 是不會做的 I got only one ticket left ok 好了 那這張票 不是自己left了自己 不是自己留下了自己 ok 是因為賣剩了一張票 那張票都不會自己賣 自己說 就是不會買的 因為它是一張票 那買賣是說那個人 所以在這裏呢 我們就不會用leaving 我們就用left ok 我們就用left ok 就是去形容 就是最後被遺留的一張票 ok last一張 這樣的意思 好 第七課的第一部分 最後 來自第69版 ok 第69版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三點 就是怎樣由一個動詞 變成一個形容詞 ok 而這個情況呢 是有兩個選項給你 ok 你可以用ing 可以用ed 那我們怎樣去想 究竟我們要用ing 還是用ed ok 今天呢 學完之後呢 你要記住了 原來不僅是說一個人開不開心 一個一樣東西有不有趣 ok 不只是說exciting excited ok 其實所有所有的動作 所有所有的動作 都可以成為一個pardisables 都可以成為一個形容詞 ok 那他們主要去想的方法呢 就是三個不同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就是 講你的feeling 如果你是 講自己的感受 是吧 那就是一個ed 那就記得了 就是因為它是被動句 其實 那樣東西令到你有這樣的feeling ok 那如果你本身是這樣的 那就是ing ok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這件事是一直在做的 這件事是一直在做的 那我們呢 就會用ing ok ing 那如果這件事呢 已經是 完成了 ok 完成了 那我們呢 就會用ed 就會用一個過去分詞 而最後呢 就是我們要想一下 你形容那個東西 你形容那個東西 究竟它是做這個動作的 還是說不是呢 ok 還是說不是呢 如果不是的話 它是被人撞的 ok the boy hit by a falling object ok 那它是被高空摘物的東西摘到 ok 那不是它自己摘到自己 也不是它自己摘到自己 也不是它自己摘到東西摘到自己 ok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被動的意思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被動的意思 如果是那個人主動去做的 ok tell the people waiting outside ok tell the people waiting outside ok ok 那那 那些外面等著的人 外面等著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是真的在等著 是嗎 就是這些人自己做的 是嗎 所以我們就會用ing ok 去到第C的部分 那這裏呢 就是 我們學了之前的基本功 就是知道呢 就是怎樣把一個動詞 加ing 或者是加ed 其實把它變成了一個形容詞 那其實這一樣東西 怎樣應用在自己的作文裡面呢 那 最簡單的當然就是 你可以多了一些形容詞 一些簡單的情況 你不用記很多形容詞 ok 你發現呢 就是原來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動詞 ok 就已經可以做到一些形容的效果 那就是說我不用特意去記一些不同的形容詞 那另外一個最好用的地方呢 另外一個也是同學要用的地方呢 就是 我們要將這些的ing 或者是這些的方法呢 去造成了一句phrase ok 就是去延伸句子 那這裏打多了一個字 就打多了一個present 這個字 可以拆掉它 那我們就利用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 去做一個participle phrase ok 那麼 有些grammar書 待會大家做episode的video呢 他都是用了這個字的 這兩個字其實是一樣的 ok participle phrase 或者participle phrase ok 都是講的 用ing 或者用ed 來去 加插進去句子裡面 ok 第一個最容易用的情況呢 就是當你想用到because ok 當你想用到because 那其實呢 我們就可以將 because這一句句子 ok 就變成做一句phrase ok 這個呢 在不同的場合 其實去到中錄 我都會再講的 就是 講到怎樣用because of 譬如下 ok because of 也是的 你要把它變成ing ok ok 那其實怎樣把一個句子 變成ing 變成一句phrase 其實都最簡單的就是這個 就是動動詞 ok 動動動詞 那你就會 很簡單 你就會得到一句phrase 譬如這裏 he wants to be healthy he wants to be healthy 那就是wanting to be healthy 因為他自己想 phrase的特點就是 你可以好像例句這樣 這樣寫 先寫了出來先 然後呢 再寫一句主要的句子 ok 就是eric seldom eats junk food 其實eric很少吃一些 垃圾食物 其實你也可以呢 就是 總之我想形容那個人 或者那個東西 ok 我放它在那個人 或者那個東西的後面 好像這裏這樣 亦都可以的 寫出來 寫一個eric wanting to be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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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寫 sell them eats junk food ok 那我亦都可以呢 就是把這句phrase 其實就是放在eric的後面 ok 那就是說 其實phrase 是很自由自在的一件事 ok 只要你是放在你想形容那個人的前 或者後 那就可以了 ok 那就可以了 好啦 那有沒有機會是一個被動句呢 就是有沒有機會是這些的呢 有的 ok 就是同樣道理的 如果 他在說他的feeling ok 這裏就是說feeling 是不是 ok 是說感受的 he was annoyed he was annoyed 他覺得很煩 其實他覺得很煩 所以他就關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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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又或者其實是一個passive meaning ok 就是同樣剛剛我們說了 是一個被動來的 那呢 我們都可以用這些來開始 不過這個呢 就會真的深一點 因為我們對於被動句呢 其實這個認識呢 很多同學都不是說真的掌握得很好 那所以在初步呢 你自己的作文呢 其實你能夠用到ing來做一句passive phrase 已經是很不錯的一個分數了 ok 那另外呢 就是 當你想說兩個動作 two actions ok 一個接一個的 ok 那我們呢 就不用一定要用when after 這些的字眼 ok 我們就直接把它變成做一句passive phrase hearing someone at the door the dog started barking 其下 那就是 那些狗很厲害的嘛 不用去到門口 開電梯門 他都知道呢 就是有人出入的了 ok 那就是聽到外面有聲 那隻狗就廢了 ok 這個呢 就是 因為是他聽到 是吧 是他聽到 那我們就用ing 而這個是一個連續的東西來的 就是一開電梯門 是吧 那你走出來 那隻狗realize 所以呢 外面有動靜 那他就會開始 他就開始廢了 是吧 ok 好啦 那 我們也可以呢 其實就是 用一些的 negative的句子都可以的 ok 那就是在ing或者ed的前面 ok 就是加一個not字 ok 就是沒有聽到 也可以這樣寫的 好啦 好 接著來到第七十四版 最後最後的東西 那 剛才我們都看過 就是怎樣用ing 或者是ed 就是把一些的連接詞 直接是不要了 把because 把after 這些字 我直接不要了 那 同學都會覺得 其實很多同學都不喜歡 這樣的 就是因為呢 那我就是寫少了這個字 那我就是把我的句子縮短了 ok 其實呢 我們不用每次都要很長來來的句子 ok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們想看到的呢 其實是 學生呢 有一些的結構上的變化 不是經常都只是用because 不是經常都只是用一些which that 這些字眼 ok 所以呢 所以呢 都不是每次都說 總之我一定要用because 就是有一個because 在這裡 不是這樣的 但是呢 對於一些時間 有關的一些連接詞 ok 例如after before 這些連接詞 ok 其實呢 我們都可以保留那個連接詞 在這裡 例如這些after before 這些字眼 ok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把自己的句子 就是優化的 那就不用呢 每次都是句子 句子 這樣去 這個其實都是 剛才剛剛都說的 所謂的變化 就是你要記住呢 我們一開始講作文的時候呢 其實都講過Writing5b這本書呢 其實就是圍繞著的課題呢 就是怎樣去優化你的句子 怎樣去延伸你的句子 ok 那麼我們講的三個招式呢 其實不是說有哪個是高張一點的 而只不過是呢 就是哪一個同學就是不太喜歡用 ok 但是你要記住的就是 H全部都要用 ok 連接詞 不是因為你學了Palaceables 之後呢 就啊我每次都可以ing 我就不用用because 不是 ok 第二段你可以用because 那麼去到第三段 你就不再用because 第四段你就用第二樣東西 ok 這個呢 才是我真的想deliver 就是想去告訴大家 就是這三樣東西 連接詞 其下clause phrase 其下這三樣東西呢 其實全部都是同等重要的 ok 好啦 所以不是說 不是說before I play 這個是好錯 ok 而我是想說 就是你不要每次都是整句 svo ok 不如呢 我們把它變成為一個participle ok 那我們就只剩一句主句子 是不是 我們就只剩一句主句子 ok 這樣你就已經把句子結構做了一些變化 ok 所以這個很容易的 其實就是總之你用的after when when 這些字眼 那我不用擺一個subject 在這裡 就是不用用when I do this 其實你就這樣說 when doing this I 怎樣怎樣怎樣 那就已經ok了